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循环往复 高原苦寒之地气候恶劣 但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是那样的虔诚 2500公里 开车最长两三天 这群藏民却足足走了一年多 在这期间呢 有老人去世 同行者认为这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什么比朝圣更好的归宿了 也有孕妇分娩 新生儿诞生 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轮回 从而敬仰信仰的力量 这部影片叫《刚人播起》 这群人是朝圣者 说起朝圣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项宗教活动 是只有教徒才会傻傻坚持去做的事情 其实不然 它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关联 在词条解释中 朝圣指的是一个人前往自己信仰的圣地 或其他重要地点的旅程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一个人的朝圣》 就是一个人前往重要地点达成自我剖析与和解的旅程 主人公哈罗德是一位刚退休的老人 一天早晨 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老友奎尼的信 老友患了癌症 时日无多 他们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了 哈罗德写了回信 去寄信的路上 他从一个油桶走到下一个油桶 就这样越走越远 八十七天 六百二十七英里 最终横跨了整个英格兰 本书的作者叫雷丘·乔伊斯 是英国资深的剧作家 他写了二十年的广播剧本 曾活跃于五胎剧界 拿过无数剧本奖 后来父亲生了病 雷丘便产生了写书的灵感 他将生活中形形色色真实存在的人物 加以梳理 整合到一起 改编成了这本《哈罗德的朝圣录》 《一个人的朝圣》是雷丘·乔伊斯的处女作 本书已经出版 便名列2012年英国最畅销新人小说 2013年欧洲首席畅销小说 并入围了2012年布克文学奖 畅销至三四十个国家 在很多读者心中刮起了一阵 温情感人的朝圣风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一个人的朝圣》 我将通过三个部分 为你解读本书的精彩内容 第一部分 收到二十年为鉴的老友来信后 哈罗德心血来潮 踏上了一个人的朝圣路 他为什么要步行前往 老友会等待他的到来吗 路上又会遇到什么事呢 第二部分 从信心满怀到坚持不住 原本反对的妻子 为何成了哈罗德徒步之旅的坚定守护者 一路遇到形形色色之人 发现每个人的人生都千疮百孔 第三部分 真相被揭开 关系中回温 与过去和解 从明暗两条线 分析哈罗德一个人的朝圣路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的解读 故事开始于一封意外的信件 来自贝里克剧 是星期二 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寄到的 寄信人士 哈罗德的老友奎尼 他们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了 奎尼得了癌症 现在在一家临终关怀疗养院 他是写信来告别的 哈罗德读着信 眼里渐渐饮满了泪水 他从抽屉里翻出几张信纸 和一根圆珠笔写下回信 亲爱的奎尼 谢谢你的来信 听到这个消息 我很抱歉 祝好 哈罗德付来 哈罗德封上信封 写好地址 准备去邮局寄信 妻子莫灵叫住了他 问道 会去很久吗 哈罗德回答 到结尾就回来 然而他这一走就是八十七天 来到第一个油桶 哈罗德心想 反正天气这么好 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要不就逛一逛 走到下一个油桶再说吧 就这样 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油桶 不曾停下 哈罗德路过加油站 遇见了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问他需不需要加油 哈罗德说不用 他是走路过来的 只是路过这里 要寄信给一个老朋友 他得了癌症 姑娘说 我阿姨也是 这病简直无处不在 但你总要积极点 一定要有信念 相信那个人能好起来 相信自己 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哈罗德深受触动 问道 你那位阿姨 她后来好了是吗 因为你的信念 女孩没有说话 有人来加油 她被叫走了 哈罗德继续上路 走到下一个油桶时 她停下来 给疗养院打了个电话 说道 请告诉奎妮 哈罗德夫莱 正在走路来看她的路上 她只要等待就好了 只要我一天还在走 她一天就要活着 哈罗德也给妻子莫林 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在B3196国道上 她要走路去贝里克 奎妮会活下来 她会治好她的癌症 莫林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说道 哈罗德 你不可能治好别人的癌症 除非你是个医生 可你连个面包都会弄得一团糟 简直是太荒谬了 哈罗德说她在加油站 遇到了一个小姑娘 姑娘启发了她 她相信自己可以救回阿姨 她阿姨果然就好了 莫林很生气 还想说什么 电话那边却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杂音 而后被挂断了 哈罗德是个高大的男人 却一辈子都在弯着腰生活 她的工作是销售代表 一做就是45年 勤恳谦逊 独善其身 没有朋友 也没有敌人 退休时连告别会也没有举行 这次出行实在太匆忙了 她没有带手机 没有走远路的鞋子 没有指南针 没有地图和换洗衣服 她是走起来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的 反正一直往北走就是了 哈罗德顺着B3196国道往前走 走过农田 房屋 树木 小桥 数不清与多少辆车擦身而过 晚上她随便找了一个小旅店 睡了一晚 第二天下床时 关节很痛 脚跟上起了个水泡 腿狠狠一抽 痛楚像电流一样 穿过了她整个身体 哈罗德在想 是不是该回家一趟 拿上手机收拾一些行李 上网查了一下地图 定一些物资 可她知道 如果现在回家 就永远不可能成行了 所以她继续上路了 翻着荧光的大海 在身后铺展开来 从这一步开始 她的目的地 历历在望 很快 哈罗德就意识到了 自己的渺小 孤独与疲惫 她累极了 路过了一座房子 想要淘一杯水 女主人端来两杯水 她一饮而尽 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女主人为她端上面包 黄油和几片苹果 她也得知了女主人的故事 她曾有过一个孩子 如今这个年轻的生命缺席了 哈罗德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戴维 大约六岁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去海边玩 戴维溺水了 哈罗德想救她 可走到海边 突然停下来 开始解鞋带 多亏一个海上巡逻员 边跑边一头扎进海中 才把戴维救了回来 因为这件事情 妻子莫林责怪过她很多次 说她任由唯一的儿子 在海里溺死 哈罗德想起戴维刚出生的时候 莫林身上的母性 来得太自然了 可自己却难以应付 对为人父的责任心生畏惧 甚至等儿子长大 靠上了剑桥 她都无法送上一个拥抱 哈罗德也想起了 她跟老友奎妮 刚认识的时候 奎妮是财务部新来的会计 矮矮胖胖 貌不惊人 还是个女子 自然被性情暴虐的老板看不起 尽管她能干 但依然要受到各种模仿和讥笑 一次 哈罗德偶然听到了 跪门后传来抽鼻子的声音 是奎妮在偷偷哭泣 哈罗德安慰她 伸手将她拉出了龟子 从那之后 两人成为了朋友 奎妮会给哈罗德讲冷笑话 两个流氓叫什么 流氓兔 说吧 自己笑得前仰后合 就是这样的奎妮 在后来的某一天 帮哈罗德背了黑锅 被单位解雇 从此杳无音讯二十年 一路上哈罗德吃了很多苦 走错路 浑身痛 淋雨 但她依然咬牙 把一只脚迈到另一只脚前面 坚信只要一直往前 一定能够抵达终点 每到一个地方 她都会寄出三封信或明信片 一封给妻子莫林 简单介绍一两句路上的见闻 一封给奎妮 鼓励她坚持下去 另外一封给加油站的姑娘 向她表示感谢 直到有一天 哈罗德遇见了一位外科医生 她是癌症的行家 看了奎妮的信后 表示那封信是护工帮忙打的 奎妮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已经没有力气写信了 她问哈罗德这一趟真的非走不可吗 哈罗德瞬间泄了气 不知道坚持是否还有意义 她需要有人分享她的信念 让她也相信这个信念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能不能再坚持 失落沮丧中 她给疗养院打了个电话 这通电话会得到什么消息呢 奎妮还活着吗 哈罗德还会走下去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部分内容 哈罗德给疗养院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 您是那位说要徒步来看她的先生吗 奎妮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没有牵挂的病人 一般都熬不了多久 但接到您的电话以后 奎妮的变化非常明显 有时她居然能坐起来 给我们看你寄给她的明信片 她在等你 弗莱先生 就像你嘱咐的那样 一声惊喜的叫声 从体内爆发出来 哈罗德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还活着 她在好转 她在等我 哈罗德笑了 越笑越大声 她汇报了自己的位置 继续上路了 一路上哈罗德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 她遇见了一对 同样喜欢徒步旅行的夫妻 一路为了路线和装备争吵不休 她遇见了一位请她吃茶饼的 引发绅士 经常坐火车来到另一个城市 只为了与一位同性年轻人相会 她遇见了一位想成为诗人的社工 跟她聊了一晚上 她遇见了一群骑自行车的女人 其中有一个单亲妈妈 她说 女人没有男人 也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她遇见了一位一直在等男友回来 却苦等无果的女性 对方好心留她过夜 还给了她男友留下的登山包和指南针 为了省钱 哈洛德不再住旅馆 而是钻进睡袋过夜 吃不好 睡不好 没法洗澡 她飞快地瘦了下来 脸上胡子拉叉 像极了拾荒者 她收获了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也将这份善意送了出去 比如把陌生人送的手电筒 转送给了一位找不到钥匙的人 把消毒药膏和胶布转送给了一位孩子跌破了膝盖的母亲 有人告诉哈洛德 你现在做的事情相当于21世纪的朝圣 你的故事就是人们想听的故事 果不其然 一天哈洛德照常给莫林打电话时 莫林抽气着说 你上新闻了哈洛德 你和奎妮到处都是关于你们的报道 报道误会了哈洛德和奎妮的关系 说她是为了爱才朝圣的 这让莫林很没有安全感 邻居安慰她 哈洛德会回来的 你要做的是习惯没有她的当下 的确 莫林在家也想了很多 徒步不仅对哈洛德是一个回忆 思考的契机 对莫林也是 她翻看相册时 发现了一个一直被忽略的细节 画面里那只扶着戴维 摇摇晃晃站起来的手 是哈洛德的 她一直责怪哈洛德从来没有抱过孩子 从来没有给过孩子父爱 她错怪了哈洛德这么多年 她想起戴维卷入海浪那天 哈洛德解开鞋子 而换一个角度 她身为母亲 在一旁挥着双手尖叫 却也没有跑去救儿子 如果戴维真出事 她也要付出同样的责任 这边 哈维德有了慕名而来的跟随者 他叫维尔夫 二十岁不到 哈洛德甩不开 只好带维尔夫一起上路 尽管他的到来大大降低了 哈洛德的行走速度 维尔夫总是让哈洛德想起儿子戴维 他会在维尔夫做噩梦 害怕时照顾他 紧紧抱着他 他会烧水给他喝 叫他吃牛眼雏菊 菠萝草 啤酒花芽 他在弥补从前没有为戴维 做过的事情 每当男孩发现新奇玩意儿时 会满脸欣喜地转过来 朝他大喊大叫 哈洛德心里无微杂沉 本来戴维也可以这样的 越来越多人加入了 哈洛德朝圣的队伍 一开始是两三个 后来成了一群 大家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 有的是为了体验 有的是为了蹭热度 总之 不仅大大降低了行走速度 还经常因为各种 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口诀 睡觉要住帐篷 吃的也很讲究 甚至制作了统一的队服 哈洛德想甩掉他们 但不忍心 他感觉自己虽然在一步步走进贝里克 但贝里克却好像越来越远了 这边 莫林打算劝哈洛德回家 他开车上路 很快就找到了哈洛德和那一帮朝圣者 哈洛德满面风霜 却富有生命力 他走过来笑着亲吻了妻子 说道 嗨 莫林 一时间 莫林准备好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两人坐下来交谈 莫林表示很想念哈洛德 希望他回家 哈洛德拒绝了 我也想你 但是莫林 我一辈子什么都没做 现在终于尝试了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走完这趟旅程 奎妮还在等 他对我有信心 你明白吗 莫林被打动了 说道 让你放弃是我自私了 原谅我哈洛德 哈洛德回答 我才是需要被原谅的人 莫林离开后 哈洛德也苦于争吵 离开了队伍 他把身上的朝圣者T恤脱掉 穿回自己的衬衫领带 他感觉做回自己了 他可以专心一个人走了 然而 日子一天天过去 重回孤独的哈洛德 内心的防线也在一点点崩塌 他步履乱了 经常被差点绊倒 眼睛架再次断了 被丢在身后 他甚至想不起戴维的脸 他频频走错方向 不相信指南针 一直在绕圈子 一天深夜 哈洛德给莫林打电话说 我坚持不下去了莫林 我错了 莫林帮他查了地图 订了房间 第一次冲他大喊 魁尼还活着哈洛德 他还在等你 明天早上起来 你就会感觉好多了 继续走 别停下来 还有16英里就到贝里克了 你可以的哈洛德 哈洛德没有再打电话回家 但莫林每天晚上都在等着 一想到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自己却让他继续上路 莫林心里就很不好受 但他觉得 如果再离目标这么近的时候放弃 哈洛德余生都会后悔的 那么哈洛德坚持走下去了吗 他见到奎妮了吗 他跟儿子 跟莫林 跟魁尼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我们一起来揭开第三部分的内容 哈洛德给加油站女孩写了一封信 讲述了完整的故事 二十年前 他亲手埋葬了儿子戴维 儿子有抑郁症 对酒精和药物上瘾 是在花园的棚家上吊自杀的 妻子莫林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她将自己封闭起来 和戴维的灵魂说话 夫妻关系降到了冰点 天天争吵 后来莫林搬出了房间 他们分居了 奎妮知道一切有关戴维的事情 很照顾哈洛德 那时候哈洛德酗酒 有一晚失去控制 闯进酿酒厂 把老板最心爱的玻璃百间砸了 老板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奎妮帮他背了黑锅 被当场解雇 哈洛德也从此结了酒 最后哈洛德写道 大家都以为我徒步是因为多年前 我们有一段罗曼史 那不是事实 我走这条路是因为他救了我 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 女孩拿着信拜访了莫林 莫林静静读着 一直在流泪 那场二十年前将他们生生拽开的惨剧 历历在目 狠狠撕扯着她的心 她向女孩道谢 女孩却嚎啕大哭 我真是个大骗子 富来富人 女孩想到 我阿姨已经去世了 她几年前就走了 如果癌症认定了你 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莫林愣住了 她想到了哈洛德 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信念 她还在吃力地往前走 莫林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些话已经藏了二十年了 戴维自杀之后 奎尼来找过哈洛德 她请求莫林 帮她给哈洛德带个口信 是关于酿酒厂的 但莫林一直没有跟哈洛德提过那个口信 我当时太愤怒了 我极度是奎尼安慰了哈洛德 如果我传了口信 哈洛德就得到了安慰了 我不想她得到安慰 因为我没有得到任何安慰 这边 哈洛德也终于走到了疗养院 她收拾了一下自己 鼓足了勇气 却在见到奎尼的那一刻 溃不成军 奎尼瘦小得像个孩子 头发稀疏 皮肤像纸一样薄 脖子上贴满了胶布 一个硕大的肿瘤 从她脸上长了出来 哈洛德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下意识地蹦出来两个词 你好 奎尼 奎尼什么也没说 但唯一睁着的眼睛 朝她眨了眨 眼角滑下一滴晶莹的泪水 一下子落到了枕头上 再也说不出多余的话了 哈洛德离开疗养院 莫林赶来了 她将疗养院打来的电话 原原本本转述给哈洛德 奎尼最后走得很安详 像个孩子一样 哈洛德一个人的朝圣路 就此落下帷幕 接下来我将从明暗两条线 为你解读作者笔下的深意 明显是哈洛德一个人的徒步之旅 收到老友奎尼病危的信件后 他决定走路去探望 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发现没有人的人生不是千疮百孔的 进而理解了不同的三观 及其衍生出来的生活方式 暗线是哈洛德的反省之路 反省与儿子与妻子与老友奎尼之间的种种 最终勇敢地直面过去 直面现实 找回平静与幸福 因此这趟徒步之旅被称为朝圣之旅 当初 儿子的降生让哈洛德 对父亲的身份无所适从 他不知道如何表达爱 连一个父亲的拥抱都给不了 父子关系十分紧张 当儿子突然自杀后 哈洛德心底的防线崩塌了 所以这一路上 他经常想起儿子 也爱屋及乌 对少年维尔夫特别好 来弥补曾缺失的亲情 最后 他终于能勇敢正视与儿子的关系 这是他过去二十年一直逃避的事情 身体之旅变成了心灵之旅 儿子的离开像一条红沟 横根在夫妻之间 哈洛德与莫林经常吵架 互相责怪 关系冷到了冰点 莫林甚至搬离了房间与丈夫分居 这次徒步 不仅对哈洛德是一个反思 回顾 剖析自我的机会 同样也让独自在家的妻子冷静下来 想起了那些被他忽略的爱的细节 了解到儿子的悲剧 他也同样有责任 夫妻关系回温 最后 哈洛德的徒步 一方面是为了给老友奎妮力量 但更深层次是为了弥补过去对奎妮的亏欠 尽管加油站姑娘所谓的信念是一个谎言 但哈洛德相信了 踏上了朝圣之路 让时间慢下来 让心静下来 跟过去和解 奇迹没有发生 奎妮还是去世了 现实依然残酷 但这个世界并非只有奇迹才有意义 故事最后 哈洛德和莫林重拾了对彼此的爱 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怦然心动 那时在一个舞会上 哈洛德碰了莫林的脖子 说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 他们笑了好久好久 那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正如作者所说 那不过是最平常不过的一句话 一定是我们太快乐了 所以才觉得那么好笑 这就是爱的威力 他们牵起对方的手 走向海岸 两个小小的身影 硬在黑色浪化的背影下 越走越远 在笑声中摇曳 好了 到这里 一个人的朝圣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下面再为您总结一下 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 哈洛德收到老友奎妮病危的来信后 决定徒步去疗养院探望 这条路很艰难 但哈洛德凭借走下去 奎妮就会好起来的信念 一步步坚持着 第二部分我们讲到了 哈洛德一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收获了一群一起行走的伙伴 频繁争吵中 哈洛德离开队伍 独自上路 却渐渐坚持不住 妻子莫林怕他在最后关头 放弃会后悔一辈子 并鼓励他走下去 第三部分我们得知了哈洛德与儿子与妻子 与老友奎妮之间的秘密 儿子抑郁症自杀后 夫妻关系冷到冰点 哈洛德酗酒闯下大祸 使奎妮帮他背了黑锅 通过一鸣一案两条线索 我们发现哈洛德的徒步之旅 也是一场心灵之旅 旅途过后 奎妮安详离去 夫妻关系缓和 哈洛德与过去达成和解 海浪拍打在沙滩上 碎成白色的泡沫 你猜这些浪走了多远 他们知道哪里是旅途的终点吗 哈洛德 一个退休老人 收到了一封信 为了一个愿望上路 一路坎坷艰难 但他坚信旅途的终点就在那里 他遇见了美好的故事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就像沿途摘下一朵朵野花 留下一首芬芳 徐某蓉说 在长长的一生里 快乐总是乍现就凋落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或许每一个匆匆赶路的我们 都欠自己一场朝圣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